在民進黨的中华會當中呢 大立委劉世芳呢 就提出一個他的看法 很重要 最近本黨 民進黨政府的防疫紓困 疫苗等方案屢屢遭受質疑 黨部都沒有辦法有效澄清 應該要加強網軍作戰 大立委下指導期 我們沒有 我們疫苗做的沒有不好 我們防疫紓困沒有做的不好 我們之所以遭到質疑是怎樣 是因為你黨沒有辦法 宣傳做的不好 沒有辦法有效澄清 所以要加強網軍作戰 然後我們看到民進黨秘書長 林璽耀就說 劉世芳說的是網路攻防 然後金句就來了 我唸三遍 因為很重要的事情 民進黨沒有網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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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大家就笑得很開心 這就是本日今天最大的笑話 民進黨沒有網軍 來我先問一下大家 民進黨沒有網軍 我們來投票好不好 我當然不會問你 相信還是不相信 因為我相信 我想沒有人會相信吧 對不對 都是自願軍 所以我們今天投票換一下 第一個是真敢講 笑死人加一 第二個假新聞 關三天減一 這算不算也是個假新聞 由民進黨中央發布的一個講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PTT好不好 看一下PTT 今天網友炸鍋了 超熱烈你知道刷不完 你看到 他說外包不算癢了 我懂這只是外包網軍 不算癢 年度笑話冠軍 沒網軍可是有編預算 笑死在那邊 詐騙集團說自己沒有詐騙 哈哈 沒有癢網軍 只有認知作戰 就側翼不等於本黨 講插話很幽默 靠杯 說謊成習慣 習慣成自然 再來 你看到 還有這個是迪卡爾 大學生的這個版 林希耀驚人 語出驚人 民進黨沒有網軍 民進黨沒有網軍 被TT 被PTT網友狂酸 睜眼說瞎話 二零二一年笑話冠軍 哈哈哈哈 然後下面金句來了 海山最愛和平 阿扁最不愛錢 蘇貞昌最近神明 還有謝長廷最之廉恥 蔡英文一點五個博士 好來四剛你講一下 這民進黨真的沒有網軍 1450春雨楊慧如 都是意外 都是這些都是志願軍 都不是網軍 哪里也不是民進黨的錢 哪里也不是國家預算 哪里也不是這些 這些民進黨黨部的這些東西 所以我覺得 民進黨我都懷疑 這個劉四方 是不是跟這個民進黨 是平行時空 那個民進黨這麼多網軍 裡面每天都在作戰 每天都不但在作戰 而且會生出 新的側翼的一些 臉書頁面來攻擊人 我跟你講 劉四方 其實因為他覺得 我們都自己人嘛 本黨同志嘛 所以他就直接講大白話嘛 所以那些網軍呢 網軍要加強作戰啊 他這個話是對黨內 自己人講的 但是我覺得林錫耀 他的警覺心是高的 因為大家一聽到 這個網軍你知道嗎 就很不爽 所以他的警覺心很高 他覺得天啊 你怎麼能夠把 本黨的秘密講出來呢 所以他就出現了 這個金句有沒有 民進黨沒有網軍 但是民進黨有沒有網軍 不要騙人了啦 每天都有 還稱出新的網軍 網軍代號叫什麼 叫1450嘛 1450哪來的 我喚起一下大家的記憶 1450有沒有 2019年3月農委會被抓到嗎 編了一千四百五十萬的預算 僱用四名小編 小編就專門在帶風向 這就是1450網軍的這個由來 然後沒有網軍 但是要編預算 我們看到編了這個民進黨 民進黨 編了五千八百萬的預算 特別費的預算 要幹嘛 要買疫苗 要給臺灣民眾打嗎 還是要買快篩劑給大家 還是要我們看到這個買這個午餐 送給那些因為失業 沒有辦法吃飯的這些人 民進黨這時候關心什麼呢 在臺灣疫情這麼困苦 的情況之下 他編了五千八百萬特別預算 要做網路社群的人事費 媒體的宣傳費跟民調費 這就是我們的執政黨 現在最關心的事情 他編了五千八百萬 做這些事情 跟疫情一點關係都沒有 所以有沒有網軍呢 鄭立文說 疫情危急 大家都在幫助醫護 民進黨只想要餵飽網軍 讓一四五零到爽歪歪 羅志祥大秘書長 厚臉皮豬隊友 那個賴清德說 你記不記得賴清德 跟這個蔡英文選的時候 兩個人選的這個 你知道殺的刀刀劍骨 他就說嘛 蔡英文有網軍 那請問一下賴清德 講的是假消息嗎 要不要把這個賴清德 抓起來關三天 大千 對 民進黨有沒有網軍 這件事情 其實根本就不需要討論 民進黨自己內部的人 都速度認證 他們事實上是有網軍的 如果沒有網軍 那劉世芳講的那是什麼 當然就像剛才秀芳講的 劉世芳認為說那是中常會 全部都是自己人 關的門就把話講直白一點就好了 但是當然林喜耀的否定 又否定的太過於明顯了 我覺得才會造成說 大家會認為這是本日的一個大笑話 因為你看到林喜耀真的是很聰明 他在第一時間就定調 這叫做網路攻防沒有網軍 但是我覺得他其實不需要講到 有或沒有網軍 他只要講是網路攻防就好了 他接下來又做了下一個定調 他說派民進黨內 網路聲量高的明帶去澄清 跟這個去說明 所以他的操作模式 當然我覺得林喜耀是 警覺性很高很聰明 不過在這個場合做這樣的操作 某種程度就是此地無銀三百兩 但大千你還記得這張圖嗎 當然啊對不對 民進黨怎麼會沒有網軍 民進黨的小編多不勝數 這個總統府的公共府的小編 對啊行政院的小編 這太多了 所以你說台灣人民怎麼會相信 說民進黨沒有網軍 你現在講民進黨沒有網軍 就好像講台灣有足夠的疫苗 是一樣的好笑 這兩句話就等於是一樣的笑話 對好 所以我們給大家看到 這張圖還是要稍微再講一下 有錢真好 你看行政院的這個小編 自己PO出來的 這個大導演啦 還有小編啦 分工合作 剪接啦 攝影啦 倒茶啦 這些人是拍攝組啦 做特效的啦 去背叉的啦 寫劇本的啦 自己PO出來嘛 大家才赫然看到 太開心了 隱身在幕後的小編團隊 就是這樣 看起來感情相當的不錯 而且秀方你還記得嗎 那個陳明文的女兒 曾經寫過了一本書 那本書他寫得更清楚了 民進黨是怎麼搭配這個網路操作的 一個做梗圖 一個寫文案 然後七分鐘之內就可以做出一篇 然後怎麼面對他們的 要他們在最短的時間內說出 柯文哲的三個痛點 然後你就可以被招募進來 當作這個他們的網路部隊了 所以其實坦白講 民進黨有沒有網軍 隨便翻一翻 大家都知道有沒有了啦 還有更正確的